12人或曾武华裔部长。 内阁最新名单曝光。 2018年6月5日21点37分。 有指行动党的部长之人选包括东马沙州主席张建仁、行动党主席陈国伟、霹雳州主席尼可敏、党副秘书长郭素沁以及雪州主席潘建伟。 雪兰娥八打零在野武日训,第二批内阁名单预料会在本周内公布,而在这12人的名单之中,预料会再增加5名华裔部长。 据悉,预料公正党这次预料可获得5到6个部长职,行动党料获3到4个,土团党和诚信党可能各获增加一个。 消息人士向星州日报透露,行动党方面,由于上次内阁阵容已包含印翼和希克族,因此新一批火箭人选获将以华裔代表为主。 火箭点名张建仁尼可敏郭素沁。消息指出,各政党将以党职、资历和表现来分配官职。 有指行动党党的部长之人选包括东马沙州主席张建仁,行动党主席陈国伟,霹雳州主席尼可敏,党副秘书长郭素沁以及雪州主席潘建伟。 但是,据悉,陈国伟和潘建伟的个人意愿不大。 陈国伟对新周日报说,他对出任部长职的意愿不大,因为党内人才济济,有能力胜任部长职。 另一名也是打住部长牌的柔佛州主席刘震东同样是热门人选,可能需要等至国会于6月25日复会之后,才受委为上议员而出任部长。 Sponsored Links 之前被点名入阁的批州主席尼可敏没有加入批州行政议会,就是在为晋内阁当部长做准备。 蓝眼看好蔡天强富之雅塞夫丁。 公正党名单方面,在大选因2000领级罚款失去参选资格的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,副主席三苏伊斯干达,公正党副主席富之雅,公正党总秘书拿督赛夫丁, 阿都拉以及受委副主席赛夫丁,阿都拉以及受委副主席赛威尔都有出现机会。 据消息人士表示,由于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沙已在内阁,为了避嫌,努鲁伊沙将不会入阁。 诚信党方面,诚信党宣传主任卡丽莎默出任部长职的机会最高。 马哈迪曾表示,内阁将缩减至25个部门,但未来将会考虑增加部门。 届时,内阁阵容将会开放给东马议员加入。 马哈迪这次将根据各党在大选赢得的一席分配内阁名额。 全国共有70名上议员,分别中央44个和各州共26个配额。 据悉,目前,目前,中央有4个上议员空缺,若中央政府要委任上议员,新任上议员也需要等至新届国会开会之后才能宣示。 Sponsored Links 目前,在已宣布的13个内阁名单中,公正党占3人,行动党4人,土团党3人以及诚信党3人。 目前仍为公布部长人选的部门包括工程部、国际贸易及工业部、外交部、国内贸易、合作社及消费部、乡村发展部、青年及体育部、联邦直辖区部、种植及原产业部、能源、绿色及水务部、旅游及文化部以及天然资源及环境部。 但是,马哈迪有可能为部门改名,或者进行重组。